這個是什麼呢? Wai Kiki 在這裡有很多名字 下次大家可以來試一下 Hello 我是史丹利 現在來到這個Downtown 今天很短的時間之下約了一個朋友 其實都會吃一頓飯很快 不只是半小時時間 因為我也比較趕 所以就約了一個朋友 大家如果有留意這個 我們的網站 以及Youtube的影片 其實都會認識這位朋友 這位朋友就是Sara 和她的先生 Fady 今天會吃一頓飯 大家很短地聊一聊 想想未來將會有什麼可以拍的 今天他們介紹了一間餐廳 我是未去過的 我就比較少在這個Downtown那裡 所以都不太知道位置在哪裏 所以就要靠GPS 現在我就要趕快走去餐廳的位置 這間餐廳好像是吃沙律 不過它就極力推介 我覺得應該是不錯的 又走錯路 轉錯過彎 又多用兩分鐘 Downtown那些路 你認識我 我不認識它 可能我差 其實這裡的道路 跟中環一樣 但是我很少出來 就算出來 都是玩 去一個指定的地方 吃什麼來 鳳梨肝 鳳梨肝 鳳梨肝啊 對 你有吃過嗎 沒有吃過啊 鳳梨肝吃過很多次啊 是不同啊 對 在這邊沒有吃過 這邊真的嗎 沒有啊 沒有沒有 我應該在外面是沒有看過是這個 沒有 有什麼芒果肝 有什麼吃過 哦 鳳梨肝 嘗 鳳梨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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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我的偶像 你知道嗎 他不是 他不是 現在你還是 哎 現在你好 不是不是 你好 哈哈 對啊 今天呢 就跟阿Sara 阿Sara介紹了這個地方 非常之好吃 他說 現在他呢 他呢 就兩個在這裡 那我來試一個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呢 威脊 威脊 在這裡呢 有很多個 City Chai Item 不知道什麼 Diamond Hat 還是什麼 那下次呢 大家可以來試一下 那現在呢 我們就開餐 就不說那麼多了 拜拜 好吃嗎 好吃啊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有一點 辣辣的 辣辣的 剛剛呢 剛剛呢 就吃完 餐飯 那這家呢 吃沙律都挺好吃的 那也都呢 非常之健康 那樣 就跟阿Sara 就聊一下 看看會不會 在未來呢 有什麼可以拍一下 那樣 那呢 今天吃的那頓飯呢 都挺好吃的 那其實就是吃一個沙律 那樣的東西 那其實它有很多 標籤呢 是可以讓你選擇的 可以選一個 譬如夏威夷 或者是一個叫做 Wai Kiki 那剛才我們分享了 因為吃不完 那它裡面可能會有些蝦 有些蟹肉 那會把牛油果 或者一些菜的東西 我覺得比比較好 就跟阿子聲 要吃不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Sera很客气地在台湾买了小小的礼品 这里就多谢她 也可以和她们两个一起聊聊天 研究一下日后的发展如何呢 刚才也在研究有什么可以拍呢 会不会是台湾人和香港人来到加拿大 有什么不习惯的东西呢 或者是一个语言上 你知道我的国语是比较差 基本上我的语言文化是比较差的 那怎样可以中台 这个不是中台 怎样可以港台 香港和台湾的文化交流呢 就是大家聊聊天 大家都是不谈不谈的了 她是完全不懂说广东话 那怎样将这两件事融为一体 去做一个节目呢 迟些可能大家都会看得到的 这次是一个好好交流 一个很好的聚会 希望日后可以多搞一些关于我们 在温哥华YouTuber 看看会不会可以搞一些聚会 那好了 那今天的Ford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如果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可以给个like 如果还没subscribe 朋友可以subscribe 下一集再见 打赏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